那对于咱们刚才这个任务啊 我们来看现在是不是说 我对W求偏导 对B求偏导 多少等于0啊 为什么等于0 因为我们要求的是一个极致点嘛 求极致必然是偏导等于0的 这样的一个点 那对于这样一个任务来说啊 咱们现在是不是求出来了 我的一个W等于什么东西 这样一串子 还有呢 我的一个等式啊 虽然说咱们对B求偏导 没有求出来B等于什么 但是呢 我求出来的是一个等式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设计来说啊 接下来要干什么 接下来要干的就是 把我这两个式子带回到原式当中 我们来看 这有W吧 这也有W吧 W什么 W就是我这个东西给它带回去 相当于是 先求解出来了一个W等于什么 然后呢 再进行一个回带 这就可以了 回带完啊 这个我就不给大家一个去看了 你看这块把膜啊展开了一下 展成W转置成了一个W 后面呢 就是照样我这个式子 然后啊 这一步的一个带入啊 就不给大家一个去看了 这个带入看起来稍微有复杂 其实呢 有时间啊 大家可以自己拿个笔啊 拿个纸 把这个W等于什么 往里一带 这个αA乘Y等于什么 我再往里一带 带完之后啊 我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式子啊 这个式子还说一遍吧 咱们来看 现在这里是不是说 当我带完之后啊 所有W就没了 因为所有W都能用αA Y再乘上一个Xi 来进行一个表示 那所有的B呢 B等于什么啊 咱们来看 对于这个式子来说啊 是不是我展开完之后 它等于一个B 你看在这里 B乘上什么 αI再乘上一个YI嘛 那我刚才求解出来一个东西 所有的αI乘YI 它的一个累加核等于0 那这里你说 对于这个式子来说 只有他带B了吧 只有他带B了 里边是一个0 B乘上0等于什么 B乘上0 它还是等于0的吧 所以说啊 对于当前的这个任务来说 我呀 就可以把这个W 还有这个B 通通的给它去掉 通通的都不要了 为什么呢 该解释过了 W等于一个式子 对于B来说 恰好能得约分 诶 真就这么巧 虽然说没有求帅B等于什么 但是B这个式子 我们恰好能给它约掉 这就是咱们当前的一个结果 约完之后啊 咱们来想 原式当中啊 有W有B 那现在我进了一顿的代入之后 我现在有什么了 我现在是不是就只有一个α了呀 你看W是跟α的一个关系 B约掉了 所以说 对于现在这个任务来说呀 转换成了这样的一个式子 这个式子当中啊 就只有α 有Y 还有X了 只有Z几项了吧 那只有Z几项之后呢 我们怎么办呢 我还是要进行一个求解吧 咱们还是啊 就是这一步 相当于是 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步 先去求什么样的W币 能够使得它的值最小 并且呢 把这样的W和B 反带回去了 这就是我现在的一个任务 得到了咱们当前的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中间的一个结果吧 那你看这一步完成之后 我先去求了一个技巧值吧 我先求什么样的W和B 能够使得它的值最小 并且代入了 代入完之后 对于这样一个式子 我还要求什么啊 我还要求什么样的α 能够使得当前这个值 它最大吧 不要忘了 咱们刚才通过KD条件 把一个求 把一个问题转换成了 先求极小值 再求极大值 也就是说 咱们现在 你看这个式子当中啊 是不是没有W 也没有B了 对于这样一个式子啊 我们还要干什么啊 我还要求 什么样的α 能够使得它的值最大呢 并且一定注意了 这个并且啊 非常重要啊 咱们现在有这样一个负担 第一个负担哪来的 第一个负担 是不是对B球偏导得出来的 所有的αI 乘YI 累加在一起 它是等于0的 这是第一个负担 第二个负担呢 第二负担什么啊 咱们在用拉高脑乘词法的时候啊 其实实际上呢 拉高脑乘词法 给咱们了这样的一个限制 也就是说 所有的αI 必须通通是大于等于0的 任何一个负数都是不可以的 这个是拉高脑乘词法当中 本身自带的一条性质啊 如果说 大家不想去看待证明 只要记住了 所有的αI 必须是大于等于0的 这才是可以的 那对于这样一个式子啊 我们来看 你要求它的一个极大值 一求极大值啊 咱们现在 行不行这个习惯啊 求极大值怎么办啊 极大值一般情况下不好求吧 我们通常啊 都是把一个求极极大值的问题 再转换成一个求极极小值的问题 再来看吧 对于上位这个式来说啊 这求它求 可以这么说啊 就是求它正数的一个最大值 就等于求它负数的一个最小值 这不就完事了吗 所以说啊 我现在可以把它里边 填上了这样的一个负号 填上了一个负号 边什么 求它的相反数呗 要求它的最大值 求它相反数的最小值 这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说咱们来看 原来啊 这个二分之一前面有负号吧 现在呢 变成了一个正的吧 αA前面是原来是一个正号 现在变成了一个减号吧 也就是说啊 把上位两式子啊 进行了一个颠倒 求它的最小值 这就完事了 那你颠倒完之后啊 有一个东西不变 就是你的负担嘛 咱们现在啊 这个约束条件啊 照样是要留下来的 所有的αA乘YA 必须等于0 所有的αA都必须大于等于0 那对于这样一个式子啊 再来看吧 这个东西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求解啊 到这一步啊 其实这样就已经接近于我们最终的一个答案了 因为我现在要求的就是 什么样的αA能够使得这个式子的值最小 一旦你求出来这个αA 咱们来看 你求出来了这个αA 是不是YA是我数据有的 X也是我数据有的 W这不就可求了吗 所以说啊 现在我们要干什么 我要求这个α嘛 然后求出来α之后 我才能再求这个W 那这个α怎么求啊 这个α 求解啊 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咱们啊 给它举一个 稍微简单一点的例子 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 咱们来看一下 支持向量机啊 大家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啊 咱们之前听什么 什么什么分类 什么什么回归 一听啊 大概都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那我问大家 你一听这个支持向量机 你想到了什么东西吗 它为什么要起这样一个名字啊 支持向量机 这个东西怎么听着名 这么复杂呢 大家没有想过 它的一个名字的含义是什么呀 那接下来 咱们就要来给大家证明一下 这个支持向量机啊 为什么要叫这样的一个名字 说啊 说它的名字之前啊 咱们先说一个小例子啊 通过这个例子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支持向量机啊 它是怎么来的 这个小例子啊 是有这么一个事啊 就是假设啊 咱们现在有一个简单点任务 我有三个样本点 分别是X1 X2 还有X3 并且啊 我说了 X1和X2 它是一个正例的 X3呢 它是一个负例的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任务来说 咱们来看 X1这是一个33 并且呢 它给它写个加号 它是个正例 X2啊 它是一个43 然后呢 也给它写个加号 它是个正例 X3啊 它是一个11的 并且它是一个负例 有这样一个负号 所以说啊 现在我就有三个点了嘛 有三个点了 咱们就来想招 求一下当前这个式子 对于当前这个式子啊 咱们该怎么用求解啊 这个约束条件 我也展开了 有条件 咱们之前怎么写的 所有的αI乘上一个YI 它是等于0的 那你看αI什么 α1乘上一个Y1 Y1是什么 Y1是正例啊 你看这是正例吧 正例 所以说它是一个正义 那就是α1自己 α1乘Y1 Y1加α2乘Y2 Y2是什么 Y2也是正例吧 所以说α2乘1 再加上α3乘Y3 Y3是什么 Y3是负例 所以说你看 乘上一个负义 变成减去α3了 那约束条件 就变成这个样子 α1加α2再减α3 它的结果是等于0的 那对于这样一个约束条件来说呢 给它变换了一下 所有的αI 必须大约等于0 并且在咱们三个数据原本当中 α1加α2 再减α3 它的值 必然是等于0的 然后呢 对于当前式子啊 我们再来看吧 对于我的一个原式 这是我的原式 没有发生任何的一个变化吧 那原式啊 我要把数据带进去咯 咱们来看 在原式当中是什么啊 这是不是有xi乘上一个xj啊 这就是我这一部分啊 这一部分咱们刚才在这块 你看 加上了一个什么东西 咱们现在还是不管啊 就是xi乘上一个xj xi乘xj什么啊 这不就是我的一个数据 这不就是我的数据吗 x是我的数据 y是我的标签 α是我要求的东西啊 就是这么一回事 把上面这式子展开吧 展开 我还得把这个东西 样门写下 一个点是43 我看一下别写错了 x1是33啊 x1是33 x2是43 x3呢 x3是什么 x3是11啊 现在我也写出来 咱们来看啊 就是说把上式可以进行展开了吧 为什么进行展开 这是正列 所以正义 这是正义 这是一个负义 所以说你看 y有没有 y都有的吧 x你有没有 x你也都有的吧 所以说你说上面这个式子 能不能展开啊 肯定是能展开的嘛 那么给大家说一下吧 咱们就来说 先说这个18倍的α1的平方 哪来到 咱们来看 α1的平方怎么来到 肯定是α1 再乘上一个α1呗 两个α1相乘 才能够得到一个α1的平方 那α1乘α1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i等于1 意味着你j也等于1的情况下 才能够出现吧 那咱们来看吧 i的1 j的1的时候 y1乘 这什么 ij吧 y1乘y1 1乘1 再乘上什么 里边这什么东西 咱们来看好了 为什么这乘法里边是一个点乘 点乘是什么意思 点乘是求内积 也就是说里边这个东西 我要求的是一个内积的值 那你看i的1 j的1 x1 那你咱们来算一下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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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是什么 等于求内积吧 33求内积怎么算 3乘3 加3乘3 对吧 你看 假如说这块还有个x1 也是个33 那是不是第一个位置乘第一个位置 加上第二位置乘第二位置 33得9 29 18 所以说它的内积就等于18 那这里咱们就算出来了 我的一个α1的平方 i的1 j的1的时候 我的一个系数是18 这个18就算出来了 后面都是一样的 这个我就不给大家一个去算了 再算一个吧 再算一个 哎呀 我这个手键呢 怎么把这个样本给它去掉了 咱们再来看 这个42倍的α1 α2哪来的 首先来看α1乘α2 怎么能求出来这个东西啊 必然是i等于1 j等于2 或者是j等于2 i等于1的时候才能求出来吧 那其实一样的 就是i的1 咱们这样本应该能背下来了吧 i的1 j的1的时候 它都是第一个样本和第二个样本 它都是正1吧 所以说啊 乘在一起 这个还是一个正1 x1乘上x2呢 x1啊 它是一个33的 x2呢 点上乘上一个43的 来看一下吧 3乘4的12 33得9 12加9得21 是吧 这是对应于i的1 j的2 它是21 那还有什么 你看这是累加啊 不要忘了 这外面有累加啊 还有什么 还有j的2i的1吧 那它俩不就掉了一样的吗 这不还是等于21吗 也就是啊 这块α1乘α2 再乘上一个42 42怎么来的 就是啊 x1乘x2内积 再乘上一个2 这就完事了 右边这些值啊 这些值大家都会算了吧 这个我就不给大家一个强调了啊 就是有这样一个东西 后面呢 减去所有的一个αi 减α1 减α2 减α3 这就完事了嘛 然后上面是在变成什么了 上面的柿子是不是说 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了 就变成了一个1分之1 然后后面这个柿子啊 照样的给它落下来 落下来之后啊 咱们再来看 由于啊 我的一个柿子 咱们刚才啊 是不是指定了一个柿子啊 指定了一个柿子之后 咱们再来看 α1加法2 它是不是等于α3啊 等于α3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把我的一个α3给它带进去啊 哎 这个柿子哪来的 这个柿子不是我刚才约束条件吗 你看 把这个负号移过去 这不是α1加法2等于α3吗 这个灵容给就去掉了 所以说啊 现在我有α1加α2等于α3 那有这样一个柿子 我看这个α3挺烦的 挺多余的 我把α3用α1加α2往里带 可不可以啊 显然是可以的 这块有α3 α3 α3 所有的α3都用α1加α2往里去带 带完之后啊 咱们现在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得到什么 得到了啊 我们新的一个表达式了 这就是我新的一个表达式 在我新的表达式当中啊 有什么啊 是不是带完之后啊 就得到了一个α1的 关于α1还有α2的一个式子啊 这里它就没α3了吧 所以说啊 我把原始问题的解进行了一个转换 转换成了咱们一个新的问题的一个求解了 谢谢大家 好